罗云西和白鹿发视频祝贺《长月金明》一周年 今天是《长月金明》网剧首播一周年 对于该剧的粉丝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个日子不仅纪念了该剧的成功 也凸显了男女主演《罗云西和白鹿》之间的默契 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罗云西、白鹿以及其他主演陈都灵和邓伟通过社交媒体 发布了一段感人的视频 庆祝该剧首播一周年 在视频中 他们回顾了彼此的合作历程 并对粉丝们给予的巨大支持表达了感激之情 该剧成功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男女主演《罗云西和白鹿》在荧幕上的默契 有趣的是 罗云西在两部杰出的作品中都与白鹿合作 展现了他们在荧幕上的出色配合 他们的表演不仅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也得到了评论家的赞扬 巩固了他们在娱乐界的地位 此外 历史剧《长月金明》在播出期间成为热门话题 因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出色的表演而广受好评 网友和粉丝们纷纷对该剧表示赞赏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大量转发和分享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长月金明》于2023年4月6日首播 由罗云西和白鹿主演迅速登顶了榜单 该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了2023年猫眼网剧榜单的榜首 同时也在同年的4月和5月份蝉联榜首 此外 男女主演均获得了多个奖项和荣誉 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业界的地位 随着全球粉丝们共同庆祝《长月金明》首播一周年 他们对该剧极其才华横溢的演员的支持和热爱不断涌现 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祝贺之词 表达了对该剧过去一年提供的难忘时刻的感激之情 《长月金明》首播一周年不仅是该剧的重要里程碑 也庆祝了男女主演罗云熙和白露的杰出成就 他们在荧幕上的默契配合 加上剧情引人入胜 已经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心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我们期待着这对才华横溢的演员 带来更多的成功和难忘表演 在我们结束这段庆祝视频 标志着《长月金明》一周年的时刻 我们想听听您 我们珍爱的观众的意见 您对罗云熙、白露和其他演员的非凡旅程有何感想 您喜欢看他们在荧幕上的默契吗 在评论中分享您对该节目的意见 回忆和最喜爱的时刻 您的反馈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期待着继续为您带来 引人入胜的故事和难忘的表演 感谢您始终如一的支持 《长月金明》一周年纪念 李牧尘不愧是短剧女王 演技与实力并存 这六部剧一定要看 李牧尘成为短剧女王的崛起证明了 她作为一名演员的无可否认的才华和多才多艺 她主演的微短剧写作的成功成为她蓬勃发展事业的跳板 巩固了她在短片故事叙述领域的地位 彰显了她的实力 李牧尘主演的六部短剧每一部都展现了她的演技和实力 用她情感丰富的表演和细腻的角色演细吸引观众 她将生命注入不同的角色中 表现出色 明显地表现出她对每个项目的奉献和热情 李牧尘魅力的关键之一在于 她能够扮演各种各样具有独特特点和动机的角色 在写作中 她诠释了服装爱情的本质 赋予角色深度和真实感 与观众产生共鸣 同时 在《新识者》中 她以娴熟的技巧驾驭宫廷阴谋的波涛汹涌 每一个转折都让观众屏息凝神 王之心让李牧尘踏上复仇之旅 以敏感和信念诠释角色情感的复杂性 这个角色让她展示了作为一名演员的广泛表现力 深入探讨人性的黑暗面 同时引起了观众的同情 作为表演者 李牧尘的独特之处在于 她能够发现每个项目中独特的亮点 以其出色的才华和魅力提升观看体验 无论她是演艺爱情 背叛还是救赎的故事 她都以真实感和承诺感对待每个角色 这确实令人着迷 除了她的表演技巧外 李牧尘在观众中良好的口碑也证明了 她的专业精神和对工作的奉献 她能够与观众在情感上建立联系 这证明了她的才华 明显地显示了她在娱乐界的光明未来 随着观众继续涌向影院河流媒体平台 观看李牧尘的最新作品 很明显她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短剧女王的地位 她用表演吸引观众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 她的明星无疑正在崛起 总而言之 李牧尘成为短剧女王的崛起是当之无愧的 凭借她出色的表演技巧 实力和丰富的角色扮演范围 她已经巩固了自己作为这一代最杰出的女演员之一的地位 随着她继续用她的表演吸引观众 毫无疑问 她的明星将在未来继续闪耀 除了她出色的表演能力外 李牧尘的成功也归功于她对叙事的敏锐理解 以及愿意扮演挑战性角色的态度 她主演的六部短剧展示了她的多才多艺 和愿意突破自己记忆边界的意愿 李牧尘之所以应该被任可谓短剧女王之一的原因之一 是她能够以同样出色的手法处理各种不同类型的剧情 无论是浪漫 历史情节还是复仇剧情 她都能毫不费力地在不同的叙事风格之间转换 用她的能力在多样的场景中为角色注入生机 此外 李牧尘对角色的执着可鉴于 她在每次表演中所展现的细致入微 无论是掌握复杂的对白 全是特定时期的举止 还是为角色进行身体上的转变 她始终不遗余力地呈现令观众难忘的引人入胜的表演 此外 李牧尘的成功也证明了短型内容在娱乐行业中 日益增长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 随着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短 对精简叙事的需求也在增长 像李牧尘这样的女演员正在证明 即使在最短的格式中 引人入胜的叙事也可以蓬勃发展 出演主角的演员是李牧尘和邓凯 爱恨交织 宫廷全谋 古装爱情 改换身份 最终重逢 焦点 一位执着的太子沉勉于痴情 疯狂地囚禁着他所爱 而坚韧的公主则决心换下面具 逃离求聋 演绎了一段纠缠不清的命运虐恋 另一个促成李牧尘展露头角的因素是电影制作过程的合作性质 与才华横溢的导演 编剧和演员一起工作 他能够磨练自己的记忆 并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种合作精神不仅提升了他的工作质量 也在行业内营造了一种团结友爱的氛围 随着李牧尘的明星继续上升 很明显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 也是短剧叙事领域的开拓者 他用表演才华吸引观众 并以他的专业精神成为荧幕上的真正女王 他在娱乐行业的未来看起来更加光明 总之 李牧尘在短剧领域的成功证明了 他的卓越才华 多才多艺以及对自己工作的专注 随着每一个新项目 他都在不断突破叙事的界限 用他引人入胜的表演吸引观众 随着他在大荧幕和小屏幕上持续发光 毫无疑问 他将在娱乐行业中继续保持强大的存在感 一